大家好,我是飞小鱼 这是一个全新的企划,一个全新的节目 我们这个主旨叫做跑步 这很有趣哦,我们不是用双脚跑步 那也不是用我以前我很喜欢用文字来跑步 现在开始我们要做的是用聊天来谈跑步 这个节目叫做跑步吧,人生 那跑步有什么好聊的呢? 其实我觉得跑步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它基本上它其实是一个lifestyle 它是一种人生的风景 那你不要小看说跑步好像在很多人的心目中 它是一件非常无聊的事情 但是事实上跑步你可以当作是一种人生的缩影 尤其是说如果你只是跑三公里也好,五公里 你可能只是在公园里面这样散散步啊 然后你可以观察到很多人在做些什么事情 那如果说当你三公里五公里不够的时候 你再跑到十公里,甚至你是跑一场半程马拉松跟全程马拉松 这中间有太多太多精彩的内心戏 那如果对我自己来讲呢 我大概在,我也很压抑说 我这个人以前大概是一个走路三分钟呢 我都已经觉得说天啊,这简直是要我的命的人 那为什么会来跑步? 其实以前认识我的朋友每一个人都觉得说 天啊,你是飞小鱼吗? 你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你怎么可能去跑步? 连我自己都觉得很佩服我自己哦 不过呢,在两年前我曾经跑了四场马拉松 其中有一场我跑到五十公里 那之后非常惭愧的 我就从这个马场上面 我们都习惯叫马场哦 我已经逃离了 那现在的我,我觉得那个 那个对我来讲又是一个上辈子的记忆 可是从今年开始,我觉得 不管是什么样的理由 我不是很崇高说 啊,我跑步,我是为了怎么样子 我其实跑步是 第一个出发点很简单 为了健康,其实为了健康 在更上面的一层是为了体重 为了身材着想 因为没有跑步以后 我已经这个体重扶摇直上 大概就是胖了四五公斤这样子 那所以呢,这个跑步版人生 我们接下来以后每个礼拜 会帮大家找来这个在马场上面 各式各样具代表性的一些人物 然后来跟大家谈谈说 跑步到底有什么样子多有趣的事情 这会让你大家觉得说很不可思议 那我也希望说 透过这个节目 让越来越多的人会喜欢上跑步 好,那我们的这个简单的开场 就做到这里了 那今天我们第一集啊 当然要帮大家请到一个 非常重量级的人物 这个人物呢 说起来其实也是很有趣 他其实是在台湾的跑步界里面呢 可能很多人都听到他的名字 但是大部分人都没有见过他 因为他是非常神秘的 他是东吴大学的老师叫郭峰舟 郭老师你好 小姨好 这个郭老师为什么说 他是一个很奇妙的人物 这个老师呢 他是东吴大学资讯系的老师 他是资讯系 他不是体育系 可是他其实还有一些很特殊的身份 比如说他是东吴 东吴有一个很有名的赛事 叫东吴国际超级马拉松 然后这个赛事在国际上获得最高的平等 我们等一下可以请老师介绍一下 他是这个创办人 那同时他也是这个国际超马协会的 一个什么技术指导委员 还是台湾的一个马拉松协会的什么 反正他的title都是非常的特别 那我们就我觉得这真的是这个老师 我常吐槽老师说奇怪 你这老师怎么这么的不务正业 那我今天就先请老师来跟我们讲讲说 他到底是怎么样子不务正业起来 为什么会变成在马拉松界 闯出这么高的名堂这样子 其实我跟你一样 这个以前是不跑步的 在我大学时代呢 我其实都是打球 打排球打篮球 退伍之后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球办通常不见了 大家都散到四方去了 那还是爱运动 那怎么办呢 那自己一个人可以做的运动就是跑步啊 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跑步 从这个时候开始 后来这个出国之后念书回来之后 有一个机会就是 即正即解 他们办这个国际马拉松 那需要国际的接待组 然后就请我去这个外文台会 所以就找我去当接待 就这样involve的越来越深啊 所以就后来就体育行政的部分啊 筹办比赛的部分 我involve进来 老师你到国外去读书 是读体育相关吗 没有 我还是念自己原来的本科啊 就是知性科学啊 知性科学系 那这个后来involve越来越多的时候 那个 Lupa协会成立的时候 我就也这个参与创办啊 后来就是这个都是在办比赛比较多 所以这个你刚说了一大堆头衔啊 其实就是因为这样子来的 可是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就是说如果你要去做这些事情的话 应该是说你自己本身 对这些东西有兴趣 所以其实你是在跑步里面找到乐趣吗 那当然了 当然你 首先你对这个东西要有相当的乐趣 觉得自己能够在involve在里面是一个 对自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你才会越来越多 花时间越来越多 那这个我就说只要有心啊 常常跟我学生说只要有心啊 你们其实对自己的运动生涯不一定跑步 只要是有心然后有兴趣 你这个花时间去投入 你都可以在运动的领域里面啊 找到自己最爱啊 然后就是找到最爱之后 然后就终身投入啊 就是会获得很多很多的feedback 得到很多的快乐 那老师你记得从你开始变成了这个跑步人之后 就是说你多了这些 因为没有人不太有人知道说你是什么资讯嘛 没有人跟你说跟资讯连结在一起 然后你加了这些这个头衔的时候 是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有多久 然后你记得你办的第一场比赛是什么这样子 我办的第一场比赛是这个1995年的高雄国际马拉松赛 那个是路法协会成立的时候之后的第一场国际性赛事 我还记得很清楚的时候 那个年暑假我也要筹办的时候 我在高雄整整住了一个暑假 在那边设计路线马拉松路线 而且那个高雄的马拉松路线还很复杂 一部分要在市区一部分要到城津湖去 然后这个为了要避免这个绕圈过多的问题 我后来灵机一动 我用的是数学的方法去把它解决掉 所以资讯的背景对你其实是有帮助的 我想有我想有 因为尤其是要筹办一个大型活动的时候 那个整个过程其实跟我们开发一个大型资讯系统 其实是一模一样 那个过程啊 我们说的每次达尔吉事实上是一样的 从那个需求开始定下来 然后去设计 然后implementation 那个事实上整个过程 其实跟资讯软体发展的过程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可是老师你知道会不会留于一个 就是说你一开始你是从办比赛啊 那很多人其实大家也都知道 我们就是说 其实办各种赛事 现在台湾的马上赛事很多 然后很多的时候啦 这个官方我们不好意思喔 就是说官方比较常常被大家批评 大家都说为什么路跑协会办的东西 然后好像都常常没有考虑到那个民间啊 不像民间社团办的那么好 所以我刚刚的意思是说 你是先从办比赛 那办比赛人家会不会说 你们这个是知识层面的技术层面 可是你事实上不晓得那个实际操作 你有下去跑过吗这样子 有我有跑过几 不能说次数很多 不过我确实是跑过几 马上我当然参加过 国内国外都参加过 那确实你刚刚说的很有道理啊 其实路跑协会办的比赛 常常也会被一些这个参赛者批评 这个路跑协会试图去改正这些东西 不过就是立场跑者 主办单位跟跑者的立场 常常都是对立的立场 这个确实是一般的所谓的官方的这个单位 在主办比赛的时候碰到的问题 所以像超马这个领域 他们就越来越觉得说 用跑者的想法来办比赛 恐怕是比较好一点的做法 这个我们现在很乐于看到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慢跑俱乐部啊 他们办比赛啊 这个也都办得很成功 很受跑者的欢迎 当然我们非常的乐于见到这种情形 不过就是我就在想说 我们如果能够中间取一个平衡的话 因为私人的俱乐部办的 或者是这个一般的团体办的 他们的比较不注重一些技术上的东西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那个他们的路程距离 通常都不去丈量 那假设有人跑出好成绩来的话 那这个成绩就没有办法被承认 正式承认 那就非常的可惜 所以老师的意思是说 民间的比赛 他那个成绩在国际上是不被认可的吗 对因为你成绩要被认可的话 你就必须要有一些条件在 那些条件有很多条件 最大两个条件 第一个比如说你的距离 必须要是丈量的 而且是经过国际丈量员 丈量过的 certify过的 然后比如说你的 你创的成绩 假设你创的成绩是很好的成绩的话 那你这个创成绩之后 你要去接受药检的 尽量检查 像这些 那这些东西你如果没有做的话 那这个他即使跑出非常好的成绩的话 也没有被承认就非常可惜 所以这是不是会造成说 有时候我们常常就是 大家会有一些些不是那么了解 然后就会觉得说 高手他们都会特别 我们才会在那种所谓的 路跑协会办的那种 所谓国际 国际赛事上面 你才会看到那种顶尖高手在比赛 那他们可能就比较少参加一般民间的赛事 是这样的原因吗 因为那么大 那个尤其是马拉松赛 那个高手 就是非常在乎自己成绩的 那些高手 他们一年其实跑不了多少 多少场马拉松 两场到三场 因为跑太多身体 得不到充分的休息 就没有办法创造很好的成绩 所以他们当然他们要出赛的时候 他们就要选择 说好我这个参加这个比赛 我的成绩可以被承认的比赛 那这样子比较 比较好 所以他们一定会做有所抉择 不过我在想说 其实这应该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大部分的人毕竟不是以那个拼成绩 或者是说你要把自己变成一个选手 就是那种国际级的那种选手 可能很多的人出发点 前面的出发点还是说 我来跑我来跑 那当然跑到最后大家还是竞速 可是你毕竟要拿到那个国际级的成绩 我觉得是 那个是少数的少数这样子 对对 我就是很多人还是想创自己的自己的Best Best Best 对对对 或者是分组的记录啊 成绩啊 其实也也挺好的 也挺好的 我觉得如果说自己是属于那一类的人的话 那那找好的比赛 然后创出自己的好成绩 我想留下自己一个一辈子的记录也非常好 没有人 当然很多人像我们一样了 这个跑完就好了 对啊 很轻松的跑 跑快乐的 我想很好 我想问一下老师说 那你现在跑的那个心态 你是怎么会想要创自己的PB 还是说你现在 你现在有继续在跑对不对 有有 有像我一样停了两年 要重新开始吗 我是这样子 我这个我的对自己的运 每一年的运动的规划是 完成一个非正式的铁人三项 为什么叫非正式 因为铁人三项它的定义是 你必须要独立完成一个连续三项的比赛 叫做铁人三项 这三项运动我们通常都是连在一起的 比如说游泳 脚拉车 跑步 那我说非正式就是我这三个运动了 我把它拆开来 也就是说我一年的参加一次马拉松 然后一次长泳 那我就常常参加就是日月很多日月潭 然后再来是骑一个200公里左右的这个自行车 那这三件事情我分别拆开来做 所以没有连在一起的话就是非正式的铁人三项 可是呢这样的一个好处就是说 我的我在不同的季节做不同的运动 然后呢因为我要比如说我要准备马拉松 参加一个42公里马拉松 那我就需要有点时间准备啊 那这一段期间就是就是我就是做这个运动 然后等参加过后呢 我就开始准备下一个运动 像这个最近我们参加7月份的马拉松玩之后 然后我就准备9月份的恒渡日月潭 那今年的话我已经骑过脚踏车了 今年的寒假我已经跟我儿子两个从花莲 一直骑到台东绿岛去了 骑了多久 骑了两天三天 多远的距离 没有算几百公里有啊 不过就是骑骑玩玩骑骑玩玩 我觉得这样子就很好了 这是我自己的运动计划 那这样听起来应该是老师显然比 对办比赛跟在这个 不管是马拉松节 应该是老师比较共琢磨的是在超马 超级马拉松 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下 也许跑步的人都知道 什么我们我想我们假设收听这个节目的人 可能有些人不见得是对跑步很了解的人 那我就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我们常在讲说马拉松马拉松 其实在正式的定义里面 马拉松是要21公里以上才叫马拉松 那个叫半只半程马拉松 然后全程马拉松是42.195公里 那只要超过的话就叫超级马拉松 那所有你看得到很多 比如说Nike也好 Puma也好 或者是三商巧服他们都常常在办的一些比赛 那个可能是10公里左右的 那个我们一般都叫路跑赛这样子 那郭老师他这个人 他非常非常的对在台湾呢 他就是不遗余力的在推动这个超级马拉松 那这个我又很好奇啊 因为老师呢 明明就不是在跑超级马拉松的人 可是他为什么会一直去办这个活动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经验 那我们就先这边第一段我们就先休息一下 那等一下下一段我们再来请老师来谈谈这个部分 给大家 Tapi我们再次了解采的 关闭 让我们再来 我们再来